我父母是在本县做小生意的 虽然生意做的不大 但是每个月的收入比打工要强很多 所以我们家在早些年来就比较富裕 家里面也买了两辆车 我从小就没为钱发过愁 比同龄人幸福很多 听我爸说 十年前我爸的一个堂哥 因为孩子治病 家里没钱 问我爸借了十万块钱 十万块钱在十年前 可以算得上是天文数字了 为了这个事 我爸妈也吵了很多次假 甚至闹翻了离婚 到最后 我爸还是义无反顾的 把这十万块钱借给了我的表大爷 给他孩子看病 这一借就是十年 我都已经长大成人了 这个钱他们家也一直没还 所以说因为钱这个事 我爸和我表大爷闹得也非常不愉快 以至于我们两家都不怎么来往 在我上大学那会儿 父母就因为身体不好 经常住院 我也就没让他们继续做生意了 帮他们在家找了一份轻生的工作 挣的钱够他二老日常开销就行 而我们家这些年挣的钱 也在我上大学 用于学费和生活费 加上父母住院治病 花得差不多了 毕业后 我又谈了一个女朋友 还没等我工作安排好 我女朋友意外怀孕了 我们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 于是和他父母商量结婚这个事 没想到他的父母非得让我买房才愿意 让他们的女儿跟我结婚 不然就把孩子打掉 没办法 我妈说现在你那个表大爷的家庭过得也不错 也有能力还我们钱了 他们又不好开口 就让我去把那欠的十万块钱要回来 我去要了几次 我表大爷不是不见就说没钱 其实他们家也买的房子 而且装修的非常豪华 给我的第一感觉 根本就不差这十万块钱 可能就是因为没写欠条 所以就一直拖着不想还 实在没办法 我们急需用钱买房 不然我女朋友就把孩子打了 迫于无奈 我父母顾不着他们两家亲戚的面子了 直接找两个黑社会的人 跑到他家逼着他父母给钱 手上还拿着刀恐吓他们 我表大爷怕把事情闹大 去凑了一天才把欠我们的钱还给我们 从那以后 我们和大家就再也没了来往 现在终于明白 借钱容易 还钱难这句话了